就是这样的,尽管年纪很轻 这次所以说 所以说呢,就今年的这个市井赛单纲的比赛 它的积累程度甚至要超过北京奥运会 佐德兰德这套动作虽然是很难 但是还是超不过这个邹凯的难度 对,邹凯的路是7.5 它的连接,有效的连接是一到两串 它也有卡西娜,这组难度也有克尔曼 前上180接,这个是团身后股班两周 转体180直接就越杠抓杠 这是它今年新上的一个连接 它今年欧紧赛的时候没有接后面那个 这样就使得它在这套动作当中 有一串有效连接 多了一串有效连接了 7.3,比那个周凯那个少点点啊 佐德兰德今年欧紧赛是有7.1的成套的 他现在多了那串连接后又能加到0.2 所以他这套动作难度应该能比他欧紧赛高出0.2 有7.3的完成难度分 周凯是7.5的 因为周凯有四个四串连接 那么佐德兰德他为什么连接虽然少 7.3然后是15.825排第二 周凯虽然连接比他多了三串 但是跟他只是高出两分来 是因为这个佐德兰德他有G组 有F组的空分 对他每一个那个单个的飞行的 对飞行他也很高 对对对 就是他有点类似于融合了卡斯纳和周凯 他擅长把他们两个融合起来了 对 好下面再来看一下 北京奥运会的单岗亚军火顿了 你浪反逃成扣扭 前上360 现在马尔卡洛夫 哇 对一个 实体三标签约 再做一个直体两标 还有一个 直体 哎呀 特曼时候掉下器械 还好没有受伤 嗯 全身三标签约有点远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掉下器械 看来霍顿是不可能进入奖牌榜了 从满城头来看就是有一点点远 他要是完成下器械应该也是一个竞争展牌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嗯 打开环了三百六扣 下方才能是一个实体一千零八选项 下马尔又是个大问题 不过他下法是比别人都难 他是一千零八下 奥运会的时候就曾经为这个动作大家惊呼过 别人都是后值七百二两周七百二 他是多转了一圈 一个F的下方 如果能把下方 跟他最后一个还能那么难的话 应该这名选手说明这名选手的能力非常强 是的 大部分选手选的都是一组的下方 这是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回放 他下方比别人能够多挣零点一 但是又是一个问题 还好没有受伤 今年的市井赛单杠项目 我们看到两届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的冠军都来了 然后北京奥运会的亚军也来了 然后有两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选手卡斯纳 还有培根都来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单杠太好看了